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陈峰 最近有一些想养牛的粉丝朋友问我 刚开始养牛是选择育肥牛还是养繁殖母牛好一点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话题 说一下我自己的意见 首先我们比较一下繁殖母牛和育肥牛的区别 然后再综合的考虑 先说一下繁殖母牛 我们都知道繁殖母牛盈利周期比较长 而且对技术和管理的要求比较高 如果从短期来说 单纯以牛肉盈利来讲 饲养母牛肯定没有饲养肉牛效益好 这是因为在同样的时间段内 幼牛比母牛长的大长的快 幼牛出药率也高 同样利润比母牛要高很多 但从长远来看 养籍母牛的利润也是比较高的 母牛一年一毒 两种的牛毒 五六个月就能卖到一万块钱左右 现在也有人专门买青年母牛配上种了 半年就卖宝采母牛 如果是按照这种模式的话 单从盈利周期上来比较 已经跟育肥牛差不多了 想要规模养黄金母牛 这个对新手来说还是不太合适 因为养黄金母牛的话 对那个技术还有经验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从配种到残榨牛犊 然后在牛犊的成活率问题上 也是有太多的意外 比如说母牛配无上种 早产 流产 南产 还有若牛毒的护理 新生毒牛科传 毒牛拉丝 腹瀉 病毒性的细菌性的等 太多的问题 很多的意外 这些都对养籍经验技术 都要非常的了解 总的来说 新手将要规模的 细养黄金母牛的话 我觉得还是不太行 再说一下育肥牛的 育肥牛的话 就相对简单一点 容易上手 总的来说 做好育牛应急处理了 牛回来了前面一个月 正常没有什么事的话 后期做好育牛应急处理了 非常消毒卫生 细菌配方 剂量这方面也要把关好 防疫做到位等 基本上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养牛新手 养育肥牛相对来说 就比较简单了 育肥牛这一块主要就是 细菌成本太高 需要精打细算 最主要还是要充分利用 本地的饲料基源 这样比饰养成本才是关键 不管是养黄金母牛 还是养育肥肥牛 最重要的是选择好的品种 要懂一点技术会管理 只要掌握了相应的技术 又有销入 以目前市场形式来看 利润都还是不错的 控制好成本也是一关键 好啦 就不说那么多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